大家好,大家好,我是賴君君,歡迎來到賴君君廚房 今天我們要來做一道經典的義大利菜 貓耳朵香腸西洋菜 歐勒吉德在義大利語中的義式為小耳朵 而且貓耳朵是最能夠附著醬汁的義大利麵 這道義大利麵來自於義大利古利亞大區 西洋菜與香腸和Parmigiano-Reggiano的組合結合在一起 來創造出一種肉質的變化 且厚實的醬汁完美地包裹住義大利麵 如果你從未嘗試過這道義大利麵的話 那建議你一定要來挑戰這不一樣的味蕾喔 現在就讓我們開始來製作吧 將一鍋加油鹽巴的水煮滾 再加歐勒吉德意大利麵加入滾水中 根據包裝說明 將歐勒吉德意大利麵煮到Athende的口感 在平底鍋中以中火加熱橄欖油 加入香腸 再使用木齒將香腸搗碎 以中火慢慢煎香腸 一直煎到香腸兩面呈金黃色 然後再加入西洋菜 西洋菜帶有微微的苦澀味 苦澀味能夠煮醬汁的辣味 達到平衡的效果 但是如果沒辦法找到西洋菜的話 可以用小花椰菜 瑞士甜菜或者是菠菜做替代喔 蒜頭泥和辣椒片 蒜頭泥和辣椒片 拌炒約30秒 讓所有的味蕾融合在一起 那現在將一湯匙的義大利麵水 倒入平底鍋中 因為義大利麵水 是醬汁最好的天然蒸頭季喔 那接著將Oregetti加入平底鍋中 約一分鐘 然後加入鹽巴和檸檬汁調味 然後加入鹽巴和檸檬汁調味 再加入磨碎的Parmigiano Reggiano 拌炒到起司和醬汁打到乳化左右 讓醬汁包裹住Oregetti 義大利麵 香腸的水分和脂肪 以及檸檬汁的酸度 平衡了辣椒片的辣味 和西洋菜的苦澀味 富有豐富肉質變化的經典義大利麵 貓耳朵香腸西洋菜就完成囉 請享用吧 如果您喜歡我的一篇比例的按讚分享 謝謝唷 多謝米蕾 臭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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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臭 実質 臭 臭 臭